哎哎哎注意到没 2021年第一只十倍妖股已经诞生了 要说2021年哪个板块能贯穿全年的炒作 刺心大有可为啊 错过了碳中和华银和长远两只大牛的 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了 新的主线正处在爆发阶段 记得点赞收藏 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 为什么南网能成为今年的第一只十倍股呢 两个原因 首先它属于碳中和概念 其次重要的一点 它还是一只刺心股 老股民肯定都知道 刺心历来是牛股的集中营 散户的最爱 筹码干净 主力控盘容易 像去年的利昂斯达 这些十倍股通通都是刺心股 所以今年这条线还会继续爆发 目前呢只是开胃小菜了啊 那为什么不是其他板块 一定是刺心呢 三大理由说一下 第一 A股的风格变了 发现没有 最近只说走的不怎么低 持续的杀跌 但连续涨停的个股却是一大堆 很明显 机构主导的抱团歇菜了 市场现在开始偏向 油资主导的炒作风格 而刺心就是油资最喜欢的一个属性 盘子小 没有业绩地雷 没有减持压力 天然的炒作品种啊 第二个呢 市场认可度高 碳中和这两天明显出现了分化 再去追高 显然有点不太合适了 反而是刺心概念正处在爆发期 大家可以看一组说句 顺控3月16号开盘 直接7个涨停 242尾盘炸板回升 隔日再次冲高 简直是打不死的小侠 市场绝对的核心 任可不 另外呢 还有中国黄金 5天4个涨停 芯片7天5板 就连冲击三连板的证券国联 也是刺心概念 第三个呢 刺心接家多属性 都说万物皆可碳中和 其实真正的炒作鼻祖是刺心 万物皆可刺心家 没听说过啊 比如年报披露了 刺心可以跌加高送转 还可以跌加基本面 蹭到相关题材 就是直接拉板 另外还有诸如近端高价刺心 远端低价刺心连板 等等 都是围绕刺心展开的 记住 市场风格切换 10倍的难忘 只是刚刚开始 尤其是市场 没有新的炒作热点的时候 往往活跃的还是刺心 这正是短线资金 最青睐的场所 将会诞生一大批牛股